估计等中国完成复兴呢 即使共产党不下台也好 我们也必须 即使通过革命把它推下台 我们也是必须的 但是目前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但是我们又必须忍受着 但是我们必须也得高声呼吁 监督共产党的腐败也好 其他的司法腐败等等 各种问题我们国家现在都存在 谢谢 好的 王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胡教授 您综合回应一下 我们听众和观众们打来的电话好吗 好的 前任联合国秘书党曾经说过 没有民主监督的市场经济 那肯定是腐败的经济 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很快 另一方面民主监督的确是不到位 或者说中国目前非常重视 内部监督 党内监督 政府内部的监督 但是对外部监督 还是重视的不够 现在的政府也非常重视民生 但是对于伸张民权 保护大家的言论自由等各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但是中国政府自从2004年以后 在反腐败 在打击贪官外逃方面 我认为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003年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7年出台了反洗钱法 对于那些可疑的资金账户等等都加强了监管 可以说现在内控的措施已经非常严了 我认为中国贪官外逃它的高峰实际上是在2005年之前 刚才我说了到2004年的时候实际上仅仅的六年多时间就有七千多贪官外逃 在这之后也有很多 但是实际上它是处于某种下降的趋势 但是目前仅靠这种内部监督 又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就说现在的中国政府 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监督 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家从外部进行监督 比如说媒体监督公民举报 中国政府一方面应当重视民生 胡文政府在解决民生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成就的 但是另一方面还是要从民权入手 如果不能够充分的保障民权 实际上民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 比如说中国的农民 他的贫困的状况实际上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因为农民他缺少话语权 权集权 监督权 甚至这种迁徙方面的权力 甚至土地的这个完整的使用权产权等等 他一系列的权力他都是缺乏的 所以这种汇农政策 他只可能起到某一定的缓解作用 对农民的贫困 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是要从民权入手 好的 胡教授 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基林的善先生电视观众 你好善先生 我对中纪委公共这个数字 四千位外逃贪官 五百亿美元 四千亿人民币 这明显是一个过时的新闻 稍微再尝试想一想 当时的汇率这是一比八的汇率 所以说拿着这个新闻 这是忽悠老百姓 这是一 二我非常同意胡教授 刚开始讲这段话 讲的是很真实的 我还要请大家注意两点 一是什么呢 现在的社会完全靠腐败 在激行发展 在做日华剂 是无序 无政府 是流氓和黑社会状态下 这是一 二 仅靠中纪委 搞双规 自己刀 写不了自己吧 三十年了 国人呢 还受这个骗吗 还受他们忽悠吗 谢谢嘉宾 好的 谢谢您 基林善先生 下一位 广西李先生 电视观众 你好李先生 我很赞同 胡教授 对这个 就是 人们的 民主监督 这是很大的 话题 就是说 最大的权力 就是在 人们 人们的 有这种 监督 还有这种权力 家族 政府 用这种权力 来压制 人们的声音 不给他 来监督 这是 对政府的 一种危害 来自我 破坏 这种 人性的发展 其实那些 权杆 各种 恶性的 权力 会到国外 这种方式 来达到 他的目的 如果不 依靠 人们的 声音 和 监督 来 实际这种 自我 来 去监督 是不可能的 好的 李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了 谢谢 下一位是 浙江的 朱先生 电视观众 浙江朱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嘉宾好 说到腐败 我想起了远华特大主事案件的主犯叫赖昌兴 现在还是没有回来 是的 说明这个官员腐败的话 并不是对我们想象中的还严重 不管在中国办什么事情 只要你办事情 没有腐败就办不从事 这几十年 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就是腐败来的 如果不腐败 就发展不了这么快 好的 浙江的朱先生 胡教授 刚才呢 我们的三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分别呢 谈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但是焦点都集中在 好像共产党自己靠自己 就是说正像刚才一位先生说 自己的刀 削不了自己的霸 共产党自己靠自己呢 恐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也使我想起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呢 过去的三十年 你看我们中国呢 号称是一个法治国家 它的这个监察法治机构呢 是成就是基本上 在各级政府当中是层层设立 党内我们都知道有纪委 党外呢 有监察部 可是基本上是各个层面上都有 这个监察机构是纵横交错 耗费了这个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好像我们看不出中国的腐败问题 有多少 这个解决腐败问题 有多少明显的进展 所以我们刚才听众 观众朋友们反映出来这些问题 您看是不是说到了 我们中国问题的一个结症问题 胡教授您看 的确是这样 目前中国的监督机构非常多 甚至是跌床嫁屋 机构越来越臃肿 但是却不解决问题 关键就是说我们的监督 它都只是一种内部监督 甚至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纪委要监督 这个一把手要监督书记 那是非常困难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督机构 与行政机构之间缺少应有的独立性 曾经列宁时期 它那个党中央的监督机构 它是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 但是后来斯大林以后 以及现在的中国 这个纪委监督机构都是置于这个党委的领导之下 这样想让下级来监督上级 这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不仅是这个纪委的监督 包括像审计 中国的审计部门 它都是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 而不像在发达国家 审计部门要么是独立的 要么是隶属于法院 要么是隶属于议会 这样才能够对 你